上市會公司陸續公布了 第二季的財報 請教薇良 有財報加持的股票 第三季有機會更上一層了 如何幫財報做體檢 其實掌握就是 第二季是不是雙綠雙生 所謂的雙綠指的 第一個就是毛利率 這代表就是公司的競爭力 不論是你的技術或產品 競爭力越強 就等於樹立了門檻 所以毛利率就會越高 第二部分營業利率 這個部分代表就是 公司的管理力 就是說它的管理執行得越好 能夠控制費用 其實就能夠讓公司 也保有一定的競爭力 所以這兩者 是我們在看財報當中 希望找到成長股的重點 如果說就雙綠的觀察 跟表現來講 當然有時候不一定是同步增加 所以我們怎麼去做分析 第一種情形 當雙綠都衰退 當然這個就應該直接 在選股名單當中剔除掉 你可能要下一季再重新考量 如果是毛利率往下 營業率往上 簡單來說 就是公司可能它所處的產業 就屬於那種殺價競爭產業 但是公司靠著自己本身的管理能力 壓低成本 它還是能夠維持財報上面的數字 至少還能夠端得上檯面 當然更好的是 毛利率能夠往上 即便營業率不好的話 那就是靠怎麼樣去做管理的改善 有時候甚至會引進一些新的團隊 當然最棒的就是雙綠雙生了 毛利 營業率都往上 這種情況其實我們從這一季的財報裡面 就掃出了 目前盤面當中有一些股價 真的還滿亮眼的 原來都是因為 它的毛利 營業利率跳增上去了 我們跟第一季比 那比會比較客觀 因為去年的景氣相對位階 積極是比較高的 如果你有這樣雙綠的條件往上的話 當然就能夠推升EPS 也大幅度的成長 所以包含像最近的華泰 或像台光電 最近股價都非常強勢 如果喜歡比較積極操作的人 你就可以沿著我們的均線 那如果比較穩健型的操作的話 可能就等它